我們現在進入到實體的戰爭 宇曹老師 我們剛剛談完外交戰爭 這是一件事情 可是更讓台灣人擔心的是實體的戰爭 你說解放軍居然最近搞了一個 千人千車千里的投送演練 是要把台灣打下來啊 這個就叫做揚謀 因為很簡單的地方是呢 他知道解放軍他知道 放出這東西之後呢 李政浩立刻就會在九十要克訴 請宇曹老師敲頭打鼓 解放軍喉舌是不是 不是我們會去討論這東西嘛 但是呢我們要傳遞的是正確的訊息 告訴大家什麼 跟他當初放這東西 大內宣的初衷是不一樣的嘛 先說有兩個集團軍啊 都屬於東部戰區 就在沿海72跟81集團區 動用了一個加強旅 然後呢放了這種千人千車千里 這叫什麼意思呢 我有辦法快速投地快速打擊 解放軍也會錯啊 因為他知道台灣現在在搞什麼 源頭打擊啦 萬箭彈 萬箭彈 對上次說那個機場 為什麼要蓋機堡 蓋原體 他都知道我們有什麼熊二一啦 熊生雲風 熊生雲風這些飛彈 這之前節目都講過 所以呢 尚有政策下有對策 你有你的陽關道 我有獨木橋 現在呢我要告訴你啊 我什麼快速集結 什麼被你源頭打擊 我有辦法呢 透過我現在的能力呢 用什麼能力呢 結合軍方的跟民間的 把至少呢 一部分一個旅的兵力 逐次的想辦法空降 或是搶灘登陸你的灘頭 這樣子 你就沒有什麼源頭打擊了吧 你只打到我的指揮部 但我部隊已經出發了 他是要告訴大家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看 動用的大型客輪運輸的大批的坦克 這叫客滾船是什麼東西 客滾船是啊 它本來 基本上是用來載貨的 它並不是真正的軍用的運輸船 或是呢 那個之前我們看的氣墊船 你說它這套船 客滾船原本就長這樣 你看多豪華 這邊有它相關的內容 4萬4千多噸 能夠載客將近1700人 然後你這個10公尺的車輛 350多輛 10公尺已經是卡車的規模了 車輛倉高5公尺 你會發現嗎 這已經不是一般的小客車了 直升機可以直接降落 當初設計這樣東西的用意 是平常用來當客輪 暫時的時候呢 就可以徵收它 這個東西哪個國家過去 技術做的最純籌 二次世界大戰 跟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 因為德國的海軍相對較弱勢 日本也曾經這樣做 一發生戰爭之後呢 就把它改成成武裝商船 或是呢 直接呢把它拆下來呢 變成改裝成巡洋艦 甚至航空母艦 所以呢 中國大概是從兩戰戰史 尤其二戰戰史的德國 跟日本得到了啟發嘛 因為比海軍的總盾位 或者是呢實際的實力 它可能一時之間 還沒辦法超越美國嘛 但是故意讓你啊 做出一個反差事啊 平常過得非常的這個豪華 你看看 哇這裡面還 這房間不錯耶 他說300多個房間 都有獨立的衛浴設備 我有上去那個 中華復興號大揭秘上去看嘛 對不對 300多間有獨立的 這個不是的傳統 我們看的什麼鐵達尼號啊 最下層的 那個空間很狹隘的 有人有那個空間 UB證人會受不了 你看 你以為這是一般的 四星期五星期的套房嗎 這個是在郵輪 郵輪上的 你看這是他的大廳 大廳大堂 這是他的停車場 可是戰爭的時候 這個停車場 馬上就開門坦克了 就是開門的坦克 所以呢他要告訴大家說呢 有兩個很重要指標是 解放軍可以做到明轉軍 對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呢 他在暗示你啊 我某種程度上 他已經進入了準戰爭狀態 對 歌舞聲明的時候 誰把這種郵輪啊 客輪啊 拿來放這種東西嗎 這還有政治意義 這當然是有政治意義啊 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 或是說呢 你台灣是不是啊 背後有一大堆的民主國家 在桌邊演習 對 你們做了一些的 二自我反介入的準備 我也做好準備奪島的打算啊 所以呢 他為什麼要放這些民用的 客輪或是中華復興號呢 這種印象給大家 就是我剛才說的 明轉軍喔 另外是什麼 長江中游像這種 因為長江不比啊 所謂的近海 船的吃水是不能太深的 對 否則你會擱淺嘛 對 或是撞上啊這個淺灘嘛 你看 航道水深的影響 傳統海船 是沒辦法進入長江嘛 更難以進入長江中游港口 但是他發布的這個新聞 我們本市首航的新型 江海直達船 江海直達船 長江內設計水達8公尺 吃水8公尺 不然 載滿可停破九江黃石 武漢岳陽等長江過去 我們弟弟都讀過 什麼長江沿海 沿長江有多少的民視啊 按照上中下游 你看就一個叫九江 對 都讀過 與傳統海船相比呢 載貨量增加40%以上 他雖然吃水比較淺 但是呢基本他設計可以更寬敞 他就是完全用來載人的 對 他不是用來載人的 這是用來載貨的 對 他告訴你這是什麼意思 載人的 我也可以把它改成軍用 載貨的行駛在長江的 這種你以為是江輪 到時候也可以拿來的出海 來做這個渡海的攻擊 軍事專家就說 你看江海就知道江海直達船 若被徵召用來載運兵員 調動武器運輸 將使得解放軍眾生 由內陸延伸 哇厲害了我的解放軍啊 不是就在沿海 又來了 我不怕你源頭打擊 其實這也是因應 我們台灣有源頭打擊 沒錯 分散風險嘛 它可以從內陸 你想要內陸最大的城市 就是武漢嘛 長江沿路最大的城市 除了武漢之外就是重慶嘛 這樣可以有效支援 第一級的沿海部隊 直接從長江開出來 你的這個熊生系列啊 熊二一啊 再厲害 射程2000公里好了嗎 我這個是在千里之外 3000公里之外 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剛才正好說的 非常非常對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 建軍方案的方案是對的 也使得老共必須要尋求對策 以免呢被我們殲滅 或者是呢 他也要分擔風險啊 沒有錯 當中國開始做所謂 戰略眾生的考量的時候 他們就很清楚 光是靠沿海的集團軍 對付台灣可能不太夠囉 當他們開始幫他們 積保加固的時候 當中國就發現 原來台灣也有源頭打擊能力 兩岸一旦開戰 不是只有我打台灣 台灣也會打我們 所以這一系列的布局 當然他們有大內宣的成分 可是其實也證明了 我們台灣的國軍手越來越長了